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就这个膜就往下 假如说一直在掉的话 你就拆开这个盖子 盖开 有哪一个工具 溜达 松开这个螺丝 这个是锁点座 锁这个轮子的一个 角度 锁点拉的 松开我就可以把那个角度了 松开 然后就把这个轮子这个角度稍微放平一点点 放平一点点 放平一点点 然后再锁点拉 锁点拉 然后再走模式上 看它会不会掉下去 现在就把这个轮子都不会掉下去了 现在就把这个轮子很平等了 像这种效果 它不会掉了 然后再看一下这边这个轮子 如果说这边这个轮子一样会掉的话 就掉下去的话 就也一样继续放平一点 如果说这两个轮子都放平了 还是 看看是从哪里掉 它是从这个加热块掉呢 还是说这个轮子掉 那始终看一下 如果说它是从加热块掉 那就要有这个加热块 这个加热块 这个缝隙 它这个打开 它是很大的 合起来的状态是很小的 如果说这个很小的话 你只要调这个 大块这个缝隙 调大一点点 它就不会掉下去 怎么怎么调呢 通过这个螺丝 算石人灵 算石人灵 这个缝隙 缝隙就变大 逆时人灵 这个缝隙变小 变小的话 容易出现那个磨掉下去 磨这样容易掉下去 就说这个磨 这个缝隙再小了 磨过不去 直接卡死了 直接掉到这里了 缝隙大一点的话 它就不会掉 大一点 但是也不能太大 太大的话这个温度 它就缝不住了 一定要 适合 不会掉就可以了 调好这个缝隙 那你再启动 试试看 试试看 试看 它不会掉就可以了 这个中风开合停下来的时候 可通过这个屏幕上面一个中风开的 按钮按他 按揽一下 这样开个 它就会合起来 按一下 它就合起来 按一下 它就打开 这样子 这样子去调整这个中风 这个 这个大块的一个缝隙 一定要调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嗯 假如说这个磨 拉的 很多起来 很多起来 那就就把这个导致 就斜一点 我示范一个效果给你看 这个如果说是这个轮子 刚才太平了 它这个磨就会 猛生起来 拉的很多 像这样子 这个磨就会拉的很多 假如说这个磨拉的很多的情况下 那我们就听过这个 这个轮子摆斜一点 右边低 左边高 摆斜一点 让它这个磨往下 这样子 摆斜一点 它就往下薄下去 慢慢的薄 再薄一点 再使用薄一下 它就往下薄下去 慢慢的薄 走着这样的 把它合去就OK了 如果太低了 太低了 它就会绑 往下薄 也不能太低 现在 往下薄一点 再微来一点 再微来一点 让它 我的这个磨刚刚顺畅的过去 这样子就OK了 还有个就是 你这个中风这个角度 以后这个中风的高度 也要一定要适合你这个 56的高度 太过高 这个磨也容易掉 太过低 这个磨就会往 拉很多 太过高的话 你就可以调低一点 可以通过这个把手 往下调 算是你 这样 逆时的你 撑 这样子 然后这个一定要调 是这个56刚刚 过56就可以了 再调整这个 这个角度 对 就是这样调整 好 对 感谢观看